澳门中华青年商业代表会日前来到高雄市 举办港澳青年企业家高雄经贸合作会议 在市长韩国瑜的见证下与国际青年创业协会 以及中华民国全国商业总会品牌创新服务加速中心签署合作一项书 未来将设立产业共创基地 推动两岸青年事业的发展平台 高雄市长韩国瑜11号出席粤港澳台青年企业家 11加T经贸合作会议 并且见证澳门中华青年商会 国际青年创业协会及商总品牌创新服务加速中心三方 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三方签署的是澳台青年产业共创基地设立合作备忘录 希望带动高雄经济发展 韩市长致辞的时候也表示高雄充满热情 未来不仅将南南合作 也希望高雄没有围墙只有道路 希望未来的高雄都没有围墙只有道路 这就代表未来的高雄 我们希望能够发展一个无拘无束 不受任何束缚 然后全力冲刺的一个高雄 韩市长表示上任之后 几乎天天都有投资考察团到高雄 不仅创造投资也带动了观光发展 很多投资考察团都落意不绝的来到我们高雄 我们经济发展局是负责接待这些投资考察团 我们大概每一天都有一个投资考察团 目前为止经济发展局有150个团 专门来看我们投资的环境 那经济发展局之外 大概也有50个团以上 也就将近可能接近有快200个投资考察团来我们高雄 那这个对我们高雄来讲是一个非常开心和快乐的事情 韩市长表示 10月将成立青年局协助青年能够开发事业 至于来访的青年企业家 不少人都是第一次来到高雄 不仅邀请市长签名 同时也频频合照 互动之间让人感受到韩市长的满满热情 港多新闻综合报导